中共的政治史的發展 在毛德時代的時候 他的問題是權力過分集中 權力過分集中當然產生了弊端 當然文革這樣的一個 錯誤的決策出來了之後 他沒有黨裡面或是社會上 沒有力量去糾正毛澤東做了這個決定 所以鄧小平上台以後就反省 所以他在1980年 黨和國家領導體制那篇講話裡面 就講了權力過分集中是問題 所以他想要去建立一個 相對於是集體領導的東西 所以權力相對是比較分散的 那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到了江時代 到了胡時代的時候 出現另外一個弊端 就是九龍治水 各管各的各一塊 但是沒有辦法協調 沒有辦法協調 看起來有政治上的穩定 但是呢 需要一些重大突破 重大決策的時候 而且是可能會影響到 一些高層建議利益的一些改革 他變得沒辦法推動 所以習近平上台以後呢 又是用權力集中 權力集中去解決 胡錦濤時代所出現的這個 權力過分分散 所造成的弊端 那總體來看 習近平上台以後 對於中共的黨國體制的改變 可以用一個概念來形容 就是權力集中 那這樣子權力集中 可以在三方面呈現出來 第一個呢 權力集中於最高領導人 第二個權力集中於板尾 也就是板尾擴權 那第三個呢 是權力集中於國家 也就是國家對於 社會經濟的控制程度呢 事實上是增加的 習近平做的都是制度性的改變 那這樣子的一個制度性的改變的話 第一個 小組治國 他透過了成立很多新的領導小組 那有一些現在已經改成叫委員會了 透過這些領導小組呢 擔任組長 組長 他自己擔任組長 擔任組長之後 掌握了這些領域裡面的 這個主導權 那第二個 譬如說他修憲 把國家主席 憲法裡面 對於國家主席的連任次數 是給拿掉了 第三個呢 習近平的思想呢 納入黨章跟憲法裡面去了 那這個是繼毛澤東 鄧小平之後 第三個中共的領導人 他的名字被放到 這個官方的意識形態裡面去 所以當然有他的一個重要意義的 第四個 習近平變成是黨的這個核心 那這個背後當然也指的 就是說在領導班子裡面 他跟其他的領導人之間的關係 可能不是那麼平等的 他更像班長 他跟其他領導人之間 更像的長官跟部署之間的關係 當變成是一個強人政治時候 接班就會是一個 永遠無法消除的問題 因為當習近平的年齡越來越大的時候 其實會有另外一個就是健康的問題 那如果他健康好 那當然就沒有問題 那中共的這個 他可以按照一個比較有序的方式 來進行領導人的替換 那如果是突然的話 那確實這個體制上的運作 他會出現比較多的一些困擾 那如果是比較有序的 好 那當然就是說習近平的 他的身體狀況都很好 一切在他的規劃下面 來進行這個交班 他交了班之後呢 有一段時間可能身體也還好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政治氣象相對 他會比較穩定一點 可是他會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因為 習近平已經被定為一尊了 那如果他又健康 身體健康狀況非常良好 這樣推到了二線 那會不會重返呢 1980年代的那個老人政治 就新的領導人在老的領導人 那麼強勢的領導人還在的時候 他沒有辦法有他自己的一個論述出來 他沒有辦法鞏固權力 那這個我覺得是在 整個中共體制上長期在運作上面 尤其當他慢慢走入到後期時代的時候 可能碰到這些挑戰